不过即将迈入严寒冬季的欧洲 恐怕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能源危机 欧盟各国领导人也迫切的 在6号登场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当中 讨论如何在俄国检供天然气之下 有足够能源驱动电力撑过冬季 不过各国提出的对策看法不一 如果欧盟成员国无法在短时间内团结 并且达成共识 各国老百姓将承受严重的缺电 以及更高昂的电价有假压力 俄罗斯报复性检供天然气 害得欧洲国家面临了冬季缺电危机 情势相当紧迫 如何解决能源短缺 也成了欧盟各国领导人 在6号登场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最主要的讨论议题 率先发表立场的是 长期主导欧洲能源决策的德国 另一个欧洲能源策略主导大国法国 则呼吁欧盟提出一项 能适用所有会员国的能源对策 协助正被高昂电费所苦的老百姓 虽然大家都努力为欧洲冬季 天然气的稳定工艺着想 不过各国提出的解决方案 看法不一 难免引发争论 在欧盟讨论如何储备能源 乘过冬季的同时 负责调查北溪天然气管外泄事件的 瑞典安全局表示 管线破裂是爆炸物所致 加强了人为破坏的证据 而先前遭国际社会指控 蓄意破坏管线的俄罗斯 随即出面抨击 不只俄罗斯反控北溪漏气是西方所为 一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 接受彭博新闻专访时 直接点名美国政府是幕后黑手 不过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主持人屡屡插话打断 试图结束话题 而这尴尬的一幕也被西方媒体大肆报导 更让人们对北溪漏气事件的事发经过 提出更多的质疑 华语新闻谢忠岳综合报导 乌尔战争已经打了八个月的时间 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推动之下 欧洲政治共同体第一次峰会 6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幕 包含欧盟等等一共44个国家的领导参与 关注安全以及稳定议题 44国欧洲元首排排站起居一堂 除了27个欧盟成员国 还有英国等17个非欧盟成员的欧洲国家 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段也亲自出席 而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虔诚之下 第一届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 6号在捷克的首都布拉格登场 聚焦欧洲安全与稳定 不过场外记者最关注的 道士托后的英国首相特拉斯与马克龙 如今势敌还是有 在特拉斯表示马克龙是朋友之后 马克龙又一语欢迎特拉斯来共襄盛举 似乎显得格外温暖 而特拉斯在行前已经放稳敦促各国 在能源安全和移民问题上 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 然而随着天气变凉 各国不约而同关注能源安全议题 马克龙也倡导与货国讨论 为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 以及改革电力市场等 为了共同降低能源价格来制定战略 此外乌俄战争也是峰会的一大主轴 欧洲国家身体力行展现团结 再度表态反对乌俄战争和俄罗斯兼并 乌克兰领土 百新闻罗路小评众报道 再来看到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OPEP Plus 5号宣布将每日减产200万桶 以提振原油价格 结果是导致了国际油价攀升 而这一次的减产也将使得全球石油日产量减少大约2%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OPEP Plus 5号宣布每天将会减产200万桶 相当于全球产量将会减少约2% 幅度更是2020年4月以来最大 俄罗斯也警告可能进一步减产 消息一出 6号国际油价连三涨 谢德州原油11月期货攻破了88美元大关 布兰特原油12月期货也上涨超过一个百分点 来到每桶94.42美元 双迪阿拉伯表示 宁可先发之人也不愿后悔 并且认为减产是为了稳定市场 以避免经济前景疲软 拖累需求之际油价进一步暴跌 然而权力打通膨的美国总统拜登 立刻跳出来抨击式 短视尽力 各美国媒体解读 这回拜登是狠狠地被沙国打脸了 由他7月访问沙国时频频设好 各一位与沙国王出穆罕默德沙尔曼 全碰全 也然好麻烦的动作而爱哄 此外CNN更爆料 这一回减产决议之前 拜登政府更动用了各种管道 企图说服沙国和其他波弯国家 不要支持减产 而眼看其中选举即将倒数一个月 这时间点可说是差到不能再差 也凸显拜登高估自己 对波弯油国的影响力 纽约时报引述拜登政府的官员表示 将会下令能源部11月释出1000万统战备除油 而美国国会还打算推出立法 允许美国政府起诉OPEC成员国操纵 女人价格 然而大摩认为OPEC Plus减产 油价将加快脚步回升到100美元 高盛甚至将布兰特原油的第四季预测价 上调到每头110美元 并且认为国际能源总署将因此协调 释放战备除油 专家更警告 中国可能放松防疫封锁 再加上即将入冬 都将加剧石油需求面的波动 华尔鲜网 华尔鲜网 最后报道 环宇全世界2.0 超高知识含金量 紧扣全球局势变动 提前掌握国际趋势 环宇看东亚 一流专家在线 挖掘东亚热点立即 全台唯一 中日韩正经分析 看见新东协 盘点东协 关键经济指标 研判企业物体策略 探索新南向无限上级 环宇新温台 晚间九点战线 开启国际视野 强势登场